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卓拉哨所海拔4687米 从哨所放眼望去 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被茫茫大雪覆盖的高原东景 在新春来临之际 该哨所的官兵们伴着呼啸的寒风 踏上边境一线的新春巡逻路 卓拉哨所哨长罗培介绍 由于海拔高气候复杂 该哨所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七摄氏度 每年有长达四个多月的风山期 风吹石头跑四季春苗是卓拉哨所的一大特点 据悉 此次巡逻目的地是五公里外的边境山口 多处路段被积雪覆盖 不干路段积雪厚度达四十多公分 有些地方可以打三米 我知道 所以我们就人跟得比较紧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 用背包什么这些相互拉嘛 在巡逻路上 少长和班长轮轮换着走在队伍最前面 身后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 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战士林源是福建人 他对曾第一次在高原上看到的雪景印象深刻 比较好奇吧 一次下雪 然后就想说将几个战友一起打雪仗 但是他们都见过雪 没人愿意跟我打雪仗 如今 银庄塑果的高原雪景不再是林源眼中的美丽风景 而更像是一道道难关 每一次的巡逻 他和战友们背负三十多斤重的装备 在雪地里手脚并用的艰难前行 随着天气的变冷 巡逻路上的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 官兵们的防寒面罩 鞋子都结成了冰 上所到此次巡逻点虽只有五公里 但官兵们用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平常巡逻时间的五倍 据介绍 转拉上所 官兵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 他们在哨所离家很远 却离蓝天很近 他们在高原束手边关 边境稳定 国家安宁 是他们给自己和各做人民的新春厚礼 卓上所向全国人民拜扁了 电话有我 请组合人民报信